新聞很重要 專項更重要 大家好 我是劉利明 他就是一個新聞台的一個主持人 他會轉身到網路也是因為他的太太雅健 所以他就帶著對於這個節目的執念 拖著東西不斷的在往前走 我覺得他是目的性很強 不怕別人知道他想做什麼 他就是趕這麼久 他到了監獄 就很荒謬的他變成人質之後 帶動了他的節目 所以他怎麼樣都要想辦法繼續往下走 我最看不慣別人受委屈 你什麼都不說我怎麼知道要去哪裡 我還有女鴨鴨 都給你上網 因為你常常會在不一樣的地方 看到不一樣的解讀物 當拿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新聞節目的主持人 在追查真相 就跟我聽說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希望可以演這部戲 一個主持人要怎麼讓觀眾記得 往往是其實很簡單的事情 不管是他講話的方式 他的用詞更直觀的可能是 在節目上的一個動作 那是最容易讓人記住的 其實孝全有讓他講話的語速 其實都是非常快的 他有一個屬於他自己那種 好像又有一點油條 但是又有一點迷人的那個狀態 他被印象非常深刻 每天早上六點 要幫女朋友吃完那碗 他不喜歡的青菜之後 還要靠姐姐搭兩顆雞蛋給他配 然後努力練球練到晚上九點 其實那一段的台詞非常長 我記得應該拍了有 有將近二十個take 而且是拍到中間休息一段時間 再回來又繼續拍著 OK 耶 OK 頭都昏了 我覺得人常常有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的目標和目的 你自己非常清楚 可是往往走到最後 你才會看見 你真正的目的跟目標 其實跟你當初想的不一樣 成片裡的劉立銘是什麼樣子 雖然剛才雜青 走進來這邊展開